台中市台湾人寿城棒队于今天举行公开测试会 报系资料照分享 台中市台湾人寿城棒队今天在台体大棒球场举行公开测试会 超过80名选手报名 其中42人通过初步筛选被通知前来参加测试 教练团将在3天内挑出20人 不含职棒队以及外籍选手交由行政团体联络 后续签约事宜 球队首次参加的比赛将是4月登场的春季联赛 台湾人寿队指出 关于本次参加的选手教练团评论 投补手的素质约在80分左右 内野外野手则是75分左右 挑选人员名单加上被取 投手预计8位 补手3位 内野手5位 外野手6位 在测试会开始前 台湾人寿队告知参加征选的选手球队心思水平 由于城市队都是靠市政府及相关单位赞助 所有费用必须控制在预算内 练习升月薪3万元 最高薪选手6万5千元 详细球员名单及个人薪水将在所有名单确定后公布 中庆兄弟队退役球员于舒农 确定先以球队管理的职务加入团队 并且负责日本独立联盟选手的相关招募事项 是否有机会管理兼选手 将会是球队实际状况后再新决定 一旦以选手身份出赛 会以职棒退役选手的缺额登陆 台湾人手队指出 由于本次投手实质战力只有80分 教练团很期待下周来台测 是的日级选手表现 因此在今天测试会结束后 将会把战力步枪转向外级